烏克蘭突襲克里米亞打痛普京 俄羅斯誓言報復美國 台灣總統對習近平喊 全球瘋傳 賴清德直擊北京要害 訴諸日本學校遭中國男子襲擊 日本母子被斬傷 首場辯論在職 拜登練習習吒勒 川普圈粉絲企業家 《華爾街郵報》說 美國郵局有97% 同意聯邦機構提出的郵件調查 《華爾街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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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Youtube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5日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藍玲 接下來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在23日 烏軍發射了八枚遠程 艾利克斯導彈和海馬斯 打擊了克里米亞半島 俄軍在克里米亞太空通訊中心損失慘重 俄羅斯在今天 就烏克蘭襲擊克里米亞 召見了美國大使 並表示要報復美國 報導說 烏軍打出了八枚 戰術彈道導彈 襲擊了克里米亞 俄軍的太空跟蹤和通訊中心 削弱俄軍的衛星偵察 軍事通訊 情報收集能力 目前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 塞瓦斯·托波爾市 宣布進入緊急戒備狀態 24日 俄羅斯外交部就烏克蘭襲擊 克里米亞一事 召見了美國大使 林恩·特雷西 莫斯科外交部 6月24日發表聲明說 在塞瓦斯·托波爾發生的 戰術導彈襲擊造成4人圓蘭 150多人受傷 俄鳳空系統擊落了4枚導彈 第5枚導彈在城市上空爆炸前 被擊中被偏離軌道 聲明還說 Ettikams導彈的所有飛行任務 都是由美國專家策劃和指揮的 襲擊克里米亞期間 一架美國偵察機出現在克里米亞領空 所以美國和烏克蘭對這次襲擊 應該扶有同等責任 俄羅斯還警告說要報復美國 X平台軍事博主 U.S. Civil Defense News發消息說 俄羅斯正計劃宣布自己的禁飛區 黑海上空 將會擊落任何在克里米亞附近飛行 向烏克蘭提供目標訊息的 北約無人偵察機 本台無法核殺消息的來源 烏克蘭軍事情報局局長 布達洛夫在6月23日接受《費城》 文春報採訪時表示 和平談判毫無意義 因為我們唯一的選擇 就是要收回所有被佔領的領土 只要並未實現這個目標 我們會一直打下去 普京的核威懾對我們沒有用 多方消息說 在24日莫斯科郊區的普拉坦電子研究所著火 目前有8個人圓蘭 這個研究所正為俄羅斯軍方開發雷達干擾技術 外界認為 烏克蘭用戰術導彈突然襲擊了克里米亞 擊毀了俄軍的重要的太空和通訊中心 真是將普京打痛了 另外烏克蘭可以隨時打擊到俄羅斯內境 讓普京非常擔憂 而根據烏克蘭新聞社的消息說 澤連斯基表示 這個星期將是烏克蘭的歷史性一星期 外界認為烏克蘭在得到西方援助武器後 即將反攻克里米亞 有觀點認為 接著下來烏克蘭F-16登場 外界防控外國者數量翻倍 控眾優勢在烏克蘭 將會對俄羅斯形成紮壓式反攻 6月24日 賴清德反擊習近平 懲治台獨新規的講話 全球瘋傳 台灣總統賴清德表示 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惡 這句話直擊了中共要害 而美國智庫專家余茂春表示 如果台灣有事就是世界有事 也是中共崩潰跨台的開始 6月21日 中共新發佈 懲治台獨分子的意見 法規威脅 懲治台獨 懷顧分子 而且強調 嚴重者依法可絕死刑 今天在台北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 賴清德說 我要強調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惡 中國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制裁台灣人民 只是因為台灣人民的主張 更加沒有跨域追溯台灣人民的權利 他還補充說 根據中共的觀點 不贊成統一就是台獨 換句話說 無論是台灣派 中華民國派 還是中華民國台灣派 在中共眼裡都是台獨 他呼籲台灣朝野應該團結合作 應對這個問題 賴清德還對習近平喊 說 中共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並與台灣民選合法政府進行交流對話 如果不是這樣做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只會越來越縮遠 學者余茂春說 在中國 手機實名 菜刀實名 火車票實名 老百姓無論做什麼都需要實名 根本沒有隱私可言 但是官員財產就不是公開的 官員與他的直系親屬的國籍也不公開的 良問全部沒有隱私 道策卻依然蒙面 鬼也知道 這樣更便於道國 有網友說 中共政權沒有經過中國人民同意和授權 是非法政權不能代表中國 賴清德是中華民國堂堂正正的民選總統 要勇於高舉中華民國去對抗中共大肆炒作的台獨話術 還有網友說 面對國際關係的持續惡化 國內經濟持續崩盤 對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普遍質疑 對台灣動武又將面臨全球反對和打壓 從而導致中共全面崩塌 是時候將中共趕出中國 目前台灣立法院國會職權收法的抗權風波還在發展 賴清德24日親自發表談話 表態要提釋憲和暫時處分 國民黨呼籲賴清德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直問直答 還呼籲大法官要做出合憲的裁決 民進黨團表示力挺賴清德 強調26日就會提釋憲 賴清德說 立法院這次收法 除了在審議程序 引起社會高度而慮 相關規定更加對憲法的權力分立 和制衡原則造成危害風險 我要向全體國人報告 確保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 保護人民的權利 是總統的責任和使命 他說 立法院的調查權 不能侵害司法權和監察權 更重要的是 不能侵害人民的隱私權 營業秘密 以及不表意的自由等基本權利 因此 基於守護憲政秩序 保護人民權利 我也在此宣布 我將向憲法法庭 聲稱釋憲 以及暫時處分 市政評論員陳怡新律師 就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和65個國家簽署司法互助 可能協助逮捕不願接受中共統一的台灣人 包含維護中華民國立場 不認為台灣是中共一部分的中國國民黨 和民眾黨人士 所以台灣人 每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近日 在吉林發生了4名美國人被刺傷之後 中國再度發生攻擊外國人事件 蘇州市的日本人社區 一對日本母子在等待校車的時候 被中國狂徒持刀斬傷 NHK報導說 在24日下午 在蘇州一名日本媽媽和他的兒子 被中國男子用刀斬傷 當時兩個人在日本學校的校車停車站等人 這名男子襲擊之後 還準備衝上去日本學校的校車 但被中國工作人員爛了 男子隨後斬傷了這名女工作人員 目前 日本母子兩個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已經入院 而那名校車工作人員就重傷 昏迷不醒 行兇男子被警方拘捕 而這是繼4名美國老師 在中國被刺之後的 第二宗刺傷外國人事件 有觀點認為 這次蘇州發生襲擊日本人的事件 很可能受近期抖音上爆火的 偶打日本人的小短劇影響 據說 這類短劇目前在抖音上非常受歡迎 劇情通常表現為 在華日本人 對中國底層勞動者進行侮辱 繼而遭遇中國人的反擊 有網友提醒中國人 真正不將中國人當人的正是中共 還記得疫情期間 中國人被大白下跪 求備放出去的情境 網友說 吉林刀刺美國人 中共外交部說 這是獨狼行動 是偶發事件 而這次蘇州刀刺日本人 中共還能說是偶發事件嗎 中共一直以來挑疏排外 仇恨教育 是導致這類事件頻發的結果 未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 在中國受到傷害 外界認為中國網紅鐵頭 在日本正國神社小便的事件發生後 已經引發日本國民的強烈不滿 現在再次發生這種事 會直接導致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急速下滑 這只會讓日本更加團結美國和亞洲盟友 而目前中共在南海、台海的持續挑釁 已經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而這只會讓中共在亞洲更加孤立 會有更多的西方人離開中國 會有更多的西方公司撤離 另外一旦爆發台海戰爭 中共勢必會遭到印太國家的遺剿 因為多行不義必自弊 二任總統拜登和前總統川普 正作為6月27日 在亞特蘭大的首場辯論做準備 拜登計劃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一星期 目前他正和親近的顧問團隊 入住大圍營的鄉間別墅 並進行兩階段的準備 第一階段是研究資料和制定論點 第二階段就是模擬90分鐘的全程暫立 正式辯論 拜登的政見包括支持婦女的奪胎權 開放邊界 意約費負債不列入信用評估 讓美國人的非法移民配偶和子女 更容易進入庇護申請程序等 相比之下 川普似乎顯得較為從容 他仍然頻繁出席競選活動 6月22日 川普在華盛頓一場集會上呼籲 呼籲呼音派選民支持他 他說 是一個沒有邊界、沒有法律、沒有自由和未來的國家 不會安全 作為個人你不會安全 我認為你的宗教也會變得支離破碎 他還向選民承諾當選後要取消消費稅 川普還意外地光臨某家牛扒餐廳 並留下500美元的小費 並在收據上寫下小費免稅的字樣 在當晚 在費城的另一場集會上 川普承諾當選後 將大幅度降低社區犯盡率 川普說 根據國家犯罪受害調查數據 自我4任以來 全國暴力犯罪實際上增加了43% 嚴重傷害增加89% 搶劫增加了56% 自我4任以來 賓州的零售盜竊案件增加了135% 他還承諾如果當選 將會在就職典禮前 結束烏克蘭衝突 川普近期 將企業稅降低20% 甚至15%的承諾 約不少企業家們湧向他 著名的方舟投資CEO 海西伍德 網民叫他做幕頭姐 在一次採訪中表示 他會在11月投票的時候 投給川普 他認為 川普總統任來的前三年 描述為美國經濟史上最好的時期 最新的民調顯示 拜登和川普的支持率幾乎持平 根據《華盛頓郵報》24日的報導 美國郵政總局每年 在沒有法院搜查令的情況下 會同意數萬信件和包括 讓警方或聯邦機構調查 可以分享信件或包括上面的姓名 地址和其他數據給調查人員 而國稅局IRS 聯邦調查局FBI 國土安全部是最常提出 監視郵件要求的聯邦機構 郵局表示 收到執法機構提出監視郵件的要求後 郵局會嫌判 唯有是對於追緝逃犯 或調查犯罪有幫助才會配合 不過 根據報導 國會調查取得到的 過去10年統計數據顯示 郵局從2015年以來 總共收到聯邦探員 和警察提出的6萬多件監視郵件申請 監視期間 可能是幾天或幾個星期 包括某個特定人士或特定地址的收發郵件 聯邦機構和警方提出監視郵件申請 獲准的機率有97% 郵局的紀錄顯示 2015年至2023年間 一共有31萬2千個信銜和包括遭到監視 報導指出 檢查手段是合法行為 郵政調查局只會分享郵件外部的消息 根據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規定 如果要取得郵件內部消息 就需要有法庭的搜查令 200名議員聯名致陷郵局 要求必須由聯邦法官 允許調查人員提出的監視郵件申請 才能分享郵件的消息 不過 郵政監察長 巴克斯代爾在這個月較早的時候 已經拒絕了對現行措施作出改變 就不用閨了 請問郵件申請 注意 請問郵件申請 lever Więc 墨